航海王的魅力無法擋 漫畫銷售就快突破三億大關 就連演藝圈也淪陷 最著名的海賊迷 就是日本人技王牧村拓哉 一向愛航海王城池 還想自套腰包拍電影 而台灣議員柯振東也是忠實海賊迷 最想要的生日禮物 就是航海王公仔 就算分熟了 也要說出航海王的經典台詞 最愛航海王的藝人 就一定要提日本人技王牧村拓哉 一向愛航海王城池的他 曾經跟魯夫一起登上雜誌封面 還傳出他要自套腰包 開拍航海王電影 7號 Ruffy和Ace的間 你記著你 等一下 台灣藝人柯振東一樣超愛航海王 日前傳出飛聞 就是因為PO上這張 跟航海王角色的合照 而他最想要的生日禮物 就是航海王公仔 現在不是很希望 會是有人會送我海賊王公仔 對 因為現在是我最喜歡的東西 同樣愛航海王的還有他九把刀 先前為了紅中秋發生 在自己臉書上PO出航海王的圖片 諷刺政府 他也曾經將自己比喻成魯夫 一樣熱血擁有夢想和堅持 我所有對海賊王的認知 都是從九把刀的臉書 或者是他的部落格上面得知的 演唱航海王的主題曲 藝人孫協志也是海賊王的大粉絲 自己裝扮成魯夫 還跟愛妻韓瑜一起蒐集公仔 龐海王的魅力實在無法擋 台日藝人都盛盛著迷 新唐人亞科電視 台灣台北 真理報導 那次玩家 大廳 那麽